全球芯片半导体巨头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这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有何影响 清华大学打破芯片领域技术限制 中国半导体产业有何发展 为什么说中国半导体行业不惧怕美国制裁 在俄乌冲突不断加剧的同时 全球的半导体行业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 世界芯片半导体行业巨头们开启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美国芯片三巨头英伟达、英特尔、AMD 纷纷开始了并购、投资、扩产之路 不断通过横向并购扩张方式巩固其主导地位 相对而言 中国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还处于中早期 中国企业阿里巴巴、腾讯、小米长江产业基金等19位股东 投资国产DRAM厂商、厂新储存母公司 集成电路研发商瑞利集成 根据媒体报道了解 这轮投资额将超过100亿元 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开始逐渐发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半导体行业发生了哪些大事 近日美国白宫更新了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 其中涉及超算、通信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等19类技术 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了该清单有助于 为即将出台的美国技术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信息 日本朝日新闻也在2月份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详细地制定了扶植半导体产业的具体政策 其中包括对国内企业的扶持 同时还有对于人才的培养 日本政府未来将在全国多所国力高等专科学校设置相关专业课程 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 日本政府称对于半导体行业的扶植是维护经济安全 日本政府认为一旦半导体产业断工 智能手机和汽车等诸多行业都将陷入生产停滞 眼下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全球性的半导体短缺 半导体行业已经成为国家不可忽略的产业结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一直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中日韩等国家开始投入巨资扩大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时 欧盟也开始了行动 近日欧洲媒体报道 欧盟通过了芯片法案 该法案显示 到2030年 欧盟将投入大约450亿欧元用于支持芯片生产 并且建设大型芯片制造工厂 将欧洲芯片产业在全球的份额翻一翻 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当之无愧的巨头 荷兰阿斯麦近日也发文警告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振兴半导体行业 欧洲就有可能跌落至全球半导体领域毫无影响力的境地 众所周知 荷兰的阿斯麦尔近日也发文警告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振兴半导体行业 欧洲就有可能跌落至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毫无影响力的境地 众所周知 荷兰的阿斯麦尔公司有着世界最先进光刻机的组装能力 同时也有着很多高端的技术总结 这次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出 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竞争 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半导体军备竞赛在全球国家当中进行 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一直是不具备优势 国产先进光刻机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从2018年开始 美国商务部宣布 未来七年禁止向中芯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 美国在投资和贸易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让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承受又一次的重大打击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发展时期 如今全球性的半导体军备竞赛开始 这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此我们不空谈 用实力和数据来进行分析 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 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半导体芯片行业光砸钱是行不通的 要砸人才 而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就必须重视科学的研究与教育 中国国内半导体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境地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原因是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之中难以做到真正的重视 其就表现在高端技术人才的紧缺 在美国芯片禁令的外部影响之下 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成立集成电路学院 希望以此来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半导体领域高端技术人才 而就在近日 清华大学成功打破了芯片领域的技术限制 目前清华大学的华海青科 已经正式突破了自研的核心设备 也就是独立自主研发的12英寸化学机械抛光设备 对于这种高端设备 我们自然是不太了解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台设备将会成为半导体芯片封装过程中必备的设备 可以使芯片的性能获得极大的提高 同时 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先进封装抛光设备 在此之前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抛光封装设备 这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实现在此设备上的国产化 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芯片也进一步地走向了先进化和自主化 中国用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发展半导体行业 一方面不断地加大半导体行业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重视集成电路领域人才的培养 当然光培养还不够还要留得住人才 俗话就是自家的鸡得在自家的窝里下蛋 近两年关于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新闻也是接连不断 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在不断地进步 美国的制裁和禁令虽然在当时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好像反而促进了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 如今全球激烈的半导体市场也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半导体赛道 根据中国财经新闻的调查显示 光2018年至2020年的三年时间里 中国半导体的投资额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垄断制裁之下 中国半导体行业还焕发新春了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半导体投资额为61.27亿元 2019年的投资额增长了6倍 达到了398.85亿元 2020年上半年 半导体以548.15亿元的投资规模超过互联网 成为了中国国内最吸睛的行业 这也被称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历史性的拐点 同时2019年中国注册灾案的芯片企业为 53238甲 2020年为59793甲 这比前两年的芯片企业数量增长了5倍 如果与2010年左右芯片企业数量比 则增加了近100倍 可以说这两年中国半导体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这只能说美国的制裁有着一些原因 在市场变大的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一系列的制裁 让中国许多半导体企业没办法安心的使用外国设备 为了维持产业链的连续 就将眼光放在国内的设备上 这也促进了国内半导体设备的发展 华为手机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美国对华为制裁后 高通芯片不再对华为供应 华为便自主研发了麒麟芯片 如今麒麟芯片虽然在性能上还有着一些差距 但依然没有影响华为手机的销量 也就是中国的芯片企业开始赚钱了 这给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开始重视中国半导体设备 产生了良性循环 中国芯片企业有了钱才能有稳定的科研投入 才能实现技术性的突破 然后再反哺到中国市场 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十足的动力 可以说美国的制裁是一次神助攻 虽然目前中国半导体领域的技术 还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 但良好的市场环境 正促进着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良性循环带给半导体行业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 即使是全球性的半导体军备竞赛 中国也依然无所畏惧